武松到了县衙 派了两名土兵 拿着自己应用之物 搬到哥哥家里来了 潘金莲呢 是一上楼梯紧对着这间房 挨着就是武松这间房 本来呢 这屋就够干净的 在武松 取东西的时候 潘金莲武大郎 又精心的收拾收拾 就更干净了 武松把东西拿回之后 潘金莲亲手料理 一切得当 从今之后 武松就住在哥哥家中 第二天 天不亮 武松就起来了 潘金莲也起来了 给武松烧水 竖口洗脸 给做了早饭 武松吃完了 跟薰荣嫂告辞 上衙门 初次上班 那必须得认真 你说怎么 那这叫上班 那这上班法 才是正经的上班 我们现在所说 是借用古人的词 到那儿 到那儿 划了毛之后 直线开始分派事 那三班都头 率领着 壮快造三班 那事太多了 扶着整个县领治安 抓费 捕到破案 什么事不得找他 好吗 把武松忙得 是懵懂转向 但是武松 有一样好 办什么事都认真 一碗水平端 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 跟手下的人是和睦相处 不摆官架子 这正人君子他就这样 一步俩脚印 没几天的功夫 人们脾气无督头了 没有不挑大拇指 在支县耳边就吹风 这个人才啊 您算选招了 太好了这个人 能耐大还客气 办事还认真 只见大人满意的不住点头 我看这人就不错 多数年来我会像面了 见其外知其内 见其面知其心也 要干好了将来 我还得重重的提拔于他 这武松就成了支县老爷 眼前最红的大红人的 可每次武松回家 潘金莲必给武松做好吃的 武松过意不去 关了响之后 先到绸缎庄 给嫂子买了一批绸子 哎呦 那年头这么可值钱啊 普通的老百姓 哪敢问今 潘金莲一看乐的 就甭提了 他跟一般人的乐 可截然不同 他往邪处想 心说 哎呦 我这小叔子给我买批绸子 这什么意思 莫不是他 他对我有点什么意思 哎呦 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 说到这 咱得把潘金莲的绅士 为什么嫁给武大郎的 简要得介绍一下 潘金莲也是清河县的人 命凭苦啊 自幼家庭贫寒 父母相继去世 就剩个女孩子 后来经人贩子的手 卖给了清河县城 潘大户为奴 这个潘大户啊 在清河县 是数一数二的大财主 良田千情 使奴换备 妻妻成群 看这个老当家的 都七十六了 而身体一倍半 仗着他们家 有几个臭钱 这个老家伙是胡作非为 皇手下的养女 就养着十多个 潘金莲也是七中之一 这个娘啊 就是她给起的 可潘金莲到他们家的时候呢 才是十二岁 一个小女孩子 不起眼 在他们家就是干点灵活 收拾收拾收拾屋子 端茶蓬水 扫扫地 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 潘金莲长到十五岁 出落的是如画似玉啊 不然怎么说 女大师八变 这话一边不假 个头也窜起来了 平平平欲立 无关短正 好像鸡穹之中的彩凤 乱草之中长出的灵芝 这潘大户快八十了 还动了鞋面了 把潘金莲从奴才堆里 琵琶起来 收为养女 这是头一步 吃的穿的 比别人全强 也不干那些碎碎的活了 相反派人 交给潘金莲读书 扶琴 品销 潘金莲什么都行了 到了十八岁这年 长得就更水凉了 潘大户八十多岁 老不知羞耻 背着他老伴不知道 对潘金莲是 搂搂抱抱 动手动脚 百般的调戏 后来呢 非要纳潘金莲为妾 您说这跟畜生 有什么区别 潘金莲不干 但是 在人家的魔掌之中 自己说了 不算数 哭不 潘大户是软硬监视 不答应 我就动横的 我揍你 我给你气售 三环手势 全没收 换上破衣服 去干苦力花 都在你答应 都能拉倒 可反反复复 这么一折腾 旁人能不知道吗 就传到潘大户 老伴的耳朵里了 他老伴 八十一了 这老太太 长得要不怕 听着这个风声之后 又恨他老头子 又恨潘金莲 恨他老头老不正经 现在儿孙满堂 你还干这种风流事 你在人前怎么抬头 说潘金莲是个小狐狸精 就要因为你的模样长得好 把我们老头给勾引得 失魂落魄 看来啊 非得把你撵出我们家不可 不然的话没个好 有一次 他找了个理由 把潘大户 把老头给支出去了 他呢 就把本地的媒人全给找来了 他来了失了个 他告诉这些媒人 我手下有个丫头叫潘金莲 大概你们听说过 老大不晓得了 我打算放着一条生路 让他嫁夫找主 你们看看 给给保个媒 这些媒人一定是什么 金莲小姐 金莲姑娘 那太好办事了 要他的人拿鞭子赶了 有的是这门魂是脱了 包在我身上 包在我身上 老太太说 你们听透了 我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们必须给潘金莲找一个 世上最糟的 最穷的丈夫 要好一点也不行 找着之后还得带来我的汉 我满意了 才能把潘金莲嫁给他 不然的话 还不行 大伙一听 可咧嘴了 哎呀 这门魂事啊 还很难成 为了领赏千 这十几个媒人 挖空心思 东背西走 就滑了开了 最后其中有个媒人 就滑了住五大郎了 这个五大郎 在青河县卖吹饼 偏偏挑个小挑 在街头巷尾来回之溜 一般的人谁不认识他呀 因为五大郎各太矮 长得又难看 本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 叫三寸丁枯树皮 把人都骂苦了 其实五大郎那人心地良善 就这个外表长得难脸 家里生活也够辛苦的 这没人一看合适 马上报告潘大户他老婆 他老婆一听 我也听说 有个卖吹饼的五大郎 长得平衡看 把灯领了我看看 哎 这没人呢 把五大郎给找来了 五大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到前厅 给老太太十万里 吹手往旁边一站 老太太的身边站着不少使女丫鬟 嗡 大伙全乐 把五大郎乐懵了 不知道为什么 老太太吩咐一张 你过来 我看看你 转过去 我再看看你后面 哎哎 我大不敢不听呢 转了四面 这母老虎最后相中了 心说你个小伤狐狸 谁让你勾引我老头子 我这是对你的惩罚 我让你受一辈子罪 我才解恨 您说这招损不损 相中之后 这才跟五大郎比 大郎啊 有媳妇没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原因多了 我长得也难点 家里也没钱 娶不起媳妇 你今天多大了 我还小呢 三十九岁 快四十了 家有什么人 我们哥俩 我还有个兄弟 叫五二 你兄弟干什么的 我兄弟 实枪弄棒 不务正业 因为惹了祸 逃门在外 现在死活不治 我这也是 刚在监狱放出来的 为我兄弟的事 我蹲了半年大牢 好了 行了行了别说呢 这事就算定下了 我是信佛的人 大慈大悲 普度众生 吉人之难啊 我打算 我打算给你个媳妇 你乐意不 老太太 您别拿我开心了 我怎么敢想那种事 嗨 就凭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现在 我就成全你这美事 去 把那骚狐狸给我领来 潘金莲正受罪呢 正推免子呢 手脚啊 全都磨破了 一天就给一顿饭吃 刚把潘金莲给找来了 拜见了竹母 这母老虎才说 金莲哪 你到了我们家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现在也到了成亲的年龄 我给你找了个好丈夫 看见没 你丈夫就在你面前 就是这个吴大 我从中做主 将你的终身大事 许配于他 从今之后 你们两个人就是夫妻 要白头到老 吴大 把媳妇领走吧 吴大郎 抬头一看 文明 这么好看啊 姑娘 给我 究竟这老潘金安什么心呢 吓住他了 他没敢动地方 说什么也不敢要 后来那没人说 哎呀 我吴大 你真实心眼 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 没有做不到的事 你算捡个便宜 跟你这么说吧 这潘金莲哪 把老竹母给得罪了 老太也得恨他 这是惩罚的才把他嫁给你 你这不是捡了个便宜吗 快点谢恩吧 吴大郎跪倒谢恩 当然是高兴的 领着潘金莲回了家了 吴大郎贫困捡了个大便宜啊 东罗西界 借了几掉钱 把那破屋子刷吧刷吧 糊吧糊吧 被那都拆洗拆洗 两口子就拜堂成亲了 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 这句话是一点都不过分 潘金莲太委屈了 但是在那个年月 没有办法 命运任旁人摆布 想反抗 你也反抗不了 潘金莲嫁给武大之后 能不难过吗 偏偏用眼泪洗脸呢 有时候痛不欲生 后来借酒交仇 他就开始喝喝酒了 喝完酒 就撒酒疯 发现武的狼人软祸囊 就拿他撒气 没事举手就打张嘴就骂 武的狼连个扁屁都不敢放 根据自己的条件 娶了这么好媳妇 他怎么能敢反抗呢 另外武的狼什么年纪 四十来岁了 比人家大得一半呢 再加上天性软弱 所以就忍了 有时候潘金莲上了脾气 连打再批 把武的狼免接成不给饭吃 武的狼就不敢回家 蹲到房檐底下 一蹲就是一宿 日久天长了 街坊邻居 谁不知道这个事 整个青河县的县城都轰动了 正人君子说什么的都有 有的替潘金莲挽气 可怜一个美人啊 命运太不好了 难怪说自古红颜多薄命 这话太有道理了 其实也不假 这句话是惊艳之谈 为什么这么说呢 您三个历史瞅瞅吧 有很多绝色的女人 把绝代佳人都什么结果 不是被皇上选做妃子 要不就是给大户人家做妾 要不就被恶霸霸占 有几个狼才女貌 白头偕老的 那也太少太少了 因为模样长得漂亮 惹人注目 有很多人就惦记上的 无前无事的人 甘眼馋没辙 有权有势的人 就可以想什么办法 把你磨夺到手 有多少绝代佳人 自尽而亡 旋良 上吊 投河 跳崖 举不胜举啊 潘金莲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要不怎么说红颜多薄命 要不是模样好 潘大户不能动邪心 潘大户不动邪心 这母老虎不能生气 也不能这么惩罚潘金莲 咱们闲言少许 那个本街上的无赖 嘎杂的琉璃球 都知道潘金莲长得漂亮 没事就跑这儿起响 见着武的郎就说武的郎是软盖的王吧 那说什么的都有啊 武的郎实在住不下去了 这才带着媳妇搬到阳谷县 这是以往的经过 您想一想 潘金莲一肚子委屈 能干心吗 不能干心 他跟武的郎啊 也就是混 正所谓当一片和尚 撞一片钟 一旦遇上和事的 把武大就当了 如今啊 遇上了武松 那武松那小伙儿 虽然谈不到什么漂亮 也谈不到美男子 但有阳刚之气 一表的人才 真正的男子汉 这样的人 有几个姑娘不喜欢 有几个少妇不留恋 那潘金莲何况 有这种特殊的原因 他见着武松那片 就睡不着觉了 时魂落魄 想入沸沸 但是刚见面 怎么好意思呢 时间长了 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 心说我呀 豁出去了 我要把我这肚子话 倒出来 我看到武松对我有没有真心 要有 我就把武大甩了 跟武松结为夫妻 他那个个头 我这个模样 我们俩人可以说 天作之和 太般配了 何况我比武松还小着好几岁 他绝对不能够不同意 他又是个光棍汉 潘金莲越想越有把握 打这天之后 他就跟武松呢 开玩笑 动不动拿着话呀 聊武松 这武松可不傻呀 全力 但是武松呢 心里头非常有反感 不愿意发作 你说我这样翻了脸了 对不起我哥哥 给他来个大下不来台 他怎么见人呢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武松就装聋作哑 假装不懂 潘金莲试验了几次 没好使 但是他并未失望 还想办法要动手 动脚